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這幾個我在上面寫文章 那一般來講最主要 你會遇到有一個情形 就是這一種 就是抓不到視窗 什麼叫抓不到視窗 就在這裡 我們剛剛這些比如說用影片 用這個網頁是一種方法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 我想要介紹軟體的操作 有沒有 我是要把這個視窗抓進去 那你可以像這樣我來這邊 找這裡加號裡面 有沒有發現一個叫視窗截取 不過呢你在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奇怪喔 有些視窗他就是沒有辦法抓到 像這個我有抓到對不對 你再找這個這個也有抓到 是不是也OK 可是有可能你的網頁他抓不到 有一部分有沒有發現黑黑的 明明我網頁有開喔 可是他就抓不到 這是為什麼這是瀏覽器本身 他有做硬體加速 所以他抓不到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點困擾 我就要講網頁啊 雖然我們網頁可以像剛剛那樣 直接用那個內建的瀏覽器對不對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你那個網頁是不能操作的 只看不能操作 你了解我意思齁 因為我真的需要用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邊這樣子 確定 我放下來 放到這個下面 這樣有沒有就疊在上面了 那我切過去那邊 比如說我假設我現在開始錄製 我開始錄製 我切到這邊來 我就可以操作囉 因為他真的會錄我這邊的操作 你了解我意思嗎 雖然我現在沒有在那邊看 可是我可以像這樣子 好你看我這樣交換對不對 好的 你來看這裡 他剛剛已經有錄下來 我把它停止一下 OK 一樣重新封裝 你有沒有有個疑問 為什麼每次都要重新封裝 如果直接錄MP4行不行 答案當然是yes 只是我沒有改預設值 但是你要改成這樣的話 要有一個小小的風險 他會提醒你 也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難免會遇到什麼 比如說當機啦 或者是說軟體 有沒有 跳掉了 有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錄的是FLV這種格式的 他會怎麼樣 跳掉沒有 就是影片沒有正常結束的話 他還可以救的回來 但是如果你是MP4 因為他編碼的關係 他是好幾個影格一起編 所以這種如果不是正常結束狀態下 你影片是救不回來的 他會告訴你警告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原則上我都是讓他預設值 我只是多做一個轉檔而已 對不對 所以不會說有太大的困擾 而且這樣就是比較保障一點 好 那我這樣轉好了之後 你來看 雖然我剛剛這邊切來切去的 可是呢 其實你會發現 他錄了 就真的是你指定的那個視窗而已 我切到這邊來 我就可以操作囉 因為他真的會錄我這邊的操作 你了解我意思嗎 雖然我現在沒有在那邊看 可是我 可能拍到我其他的 沒有對不對 只有我指定的視窗跟我這個 也就是說其實你真正錄下來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而已啦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這樣切過去 因為說真的 很多人不習慣自己看自己錄啦 但是蠻習慣照鏡子的 剛剛那就等於是照鏡子啊 所以左右顛倒啊 對不對 左右顛倒 練習講話 不然的話 平常很多人不習慣說 自己跟自己講話這樣子 所以你會 就是反正你切過來 沒看到就算了 反正真的有錄就好了 這個是 像這樣 但是呢 如果你遇到 像我們剛剛網頁那種情形的話 怎麼辦 其實有一篇那個文章 我一直還沒寫就是 如果你真正要做我們這種 虛擬攝影棚的 最好是雙螢幕 最好是雙螢幕 為什麼 我們一般剪接也是這樣子 就是一邊剪 一邊看什麼 成果 我就不用老是這樣 像字雙這樣縮小 再來切換 縮小再來切換 你都不煩喔 有時候我會覺得這樣好麻煩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家裡面 我是雙螢幕 像我在那個台東那邊直播的時候 我就是小的螢幕我直播 左邊大螢幕 我就是切換我準備的素材 那他這裡呢 有一個模式叫做什麼 叫做這個 等一下喔 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工作室模式 這個 其實這個工作室模式就是 左右雙螢幕 有沒有 一邊準備一邊直播嘛 真正我們在做其實也會像這樣 那這個時候最最大的方便就是 你不用去限制了 欸我另外一個螢幕 我就全部通通給你就好啦 對不對 我就可以用這一種 有沒有發現 叫顯示器擷取 你就可以選我要抓第一個螢幕還是抓第二個螢幕 只要在螢幕上出現了通通給你 就沒有那個什麼視窗抓得到抓不到的問題 這樣了解了 因為有些軟體 或網頁確實抓不到 雖然網頁我有寫過是可以做調整 可是總是比較麻煩 總是比較麻煩 那如果你有雙螢幕其實問題就很好解決 就很好解決 所以我這邊文章寫說那個最牛的那個 這個啊 這樣不是最牛嗎 管你的 我就是要 而且有了解那個概念了 因為你雙螢幕這樣的話 我們比較好處理 比較好處理 那麼利用這個機會也順便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是雙螢幕其實也可以簡單做啦 我們就搭配什麼 再搭配一個 雙螢幕當然也可以做 就是左手邊這裡 我們剛剛看到的其實都是只有一個場景 有沒有發現 在同一個場景裡面是不是去做這些內容 但是其實像我自己在直播的時候 或我們真正標準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有什麼 你看 一個節目在開始的時候會不會有片頭 然後節目進行的時候 最後還有一個什麼ending有沒有 結束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場景 這樣你了解嗎 場景可以增加的喔 比如說我增加第二個場景 有沒有就是空的 那我這邊我就可以再找一下 我剛剛好像還有在準備一個 剛剛是這個背景對不對 然後呢你是不是還有在其他的那些內容 我看一下 這個是同學的 好吧 就只有這個而已 先丟進來 因為這個 好現在有一個 那我 開播的時候先給他看片頭 點過來 有沒有切過來 你就不用說老師在那邊開眼睛嘛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像這樣子 點一下 我們現在進到這裡 換誰 來 講解 有時候我們節目進行也會有什麼不同單元 那你老師為了同一個單元 喔 怎麼眼睛開開關關的 眼睛會壞掉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而且你發現我在切換的時候有什麼效果嗎 有沒有淡路淡出 為什麼會有淡路淡出 請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轉場特效 轉場特效不是給那個圖層用的 是給場景用的 只是很抱歉 就兩個而已 就兩個而已 因為你做那麼複雜 轉場幹嘛 你是為了省時間嗎 不是啊 我們只是為了方便 就是我們節目的進行嘛 對不對 不是說像剪接軟體說 喔那麼多轉場特效 我要秀給你看 我這個軟體很厲害 不必 就是像這樣就好 所以他很單純 這樣會不會了 所以這個是給您稍微順便介紹一下 其實OBS 我們這樣去使用 就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事情